我們現在就在豐原的市中心 今天要來拍偷聽店面 這是那個旁邊,他旁邊就是Seven 旁邊就是Seven 那邊是豐原最熱鬧的市區 五叉路口 就在五叉路口而已 五入財森 前面就是這個傳統的棋樓 進來這邊就是營業廳 現在已經是晚上了 馬上拍效果不好 請見諒,因為他有一些燈沒有裝 所以我等一下需要鎖鏈頭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格局 他這個格局比較怪 真的比較怪 他也是分前後洞,剛才也有拍一間前後洞 這間也是前後洞 可是他的格局不方正 但是 他的價格 貴一倍,沒有貴啦 就多一千萬 多將近一千萬 這間要兩千六百八 為什麼他多一千萬 為什麼要多一千萬 因為他覺得他比較有價值 不同屋主會有不同的期望 他覺得他屋況比較好吧 這邊有天井 對他也有,他也會前後洞 這個也是前後洞 然後他的 旁邊這一個 噗出來這個是別間 隔壁洞的 他的地形不方正 這個 這是後面 他有重做的大概只有這個衛浴吧 其他的都是刷油漆 還有門面 他這裏面其實很多都還是舊的 但是就貴了 差不多要一千萬 然後他的線路也是舊的 反正沒有換過 線路還是舊的 我們先來看後洞 他後面 每一間都是套房 但是 因為 那個地形的關係 他並沒有反省 他這邊二樓 衛浴也有重新弄過 然後 這邊看起來是陽台 但是他的鎖斷掉了 結果沒辦法打開 我不曉得陽台外面是什麼 應該看得到 不是陽台 他是那個增劍 樓下的增劍的那個鐵皮的 厚厚廚房 我們去三樓看看 三樓是後面的頂樓 他也是套房 然後 然後他 雖然有落地窗 可是不算陽台 只是一個 不鏽鋼架而已 不鏽鋼的鐵門窗 這是他的衛浴 傳統的 後面的空間 好 我們去前面 前面因為沒有燈 就要借助手電筒 好 我們到前面去 這是二樓 這是二樓 二樓中間有一個廁所 但是他的馬桶還沒裝 然後這是二樓的 沒有隔間的一個空間 他完全沒有隔間 當然也沒有陽台 我陽台都外推了 這是三樓 他就 衛浴就有了 他也是前面沒有隔間 然後他天花板是青鋼架 他有做一個針鑑上去 這後面的衛浴 這後面的是衛浴 好 我們去 四樓 四樓應該是針線 他是鐵的樓梯 走路要比較小心 好 他只有木頭隔間 他這個因為是青鋼架所以踩起來比較軟 他中間有一個房間 暗房 他沒有開窗 前面 這邊可以做神明廳 大概是這樣 然後天花板他換過了 天花板他有換掉 那個鐵 的支架是沒有換的 大概是這樣 所以 雖然晚上 開車效果會比較差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急著要找店面 雖然拍車效果比較差 我相信 有人 還是會願意出來 問一下這間店面 我是留給真正有需求的人 因為這間真的不便宜 2680 地坪將近35坪 前後動 後面可以自己住 前面可以收租 或者是自己營業也可以 後面可以 後面就租套房商 套房租租用 2600嗎 他有前面 表面有拉皮 但是裡面 稍微有些有部分有整理 你要走去哪裡 那邊有一個房間 哪裡 暗房這間嗎 對 好啦 大概是這樣 如果有興趣趕快來找我 那如果你想要看另外一間便宜 將近1000萬的 也趕快來找我 雖然這兩間也都賣很久了 但是我相信 只要有人願意出嫁 勇敢的人 還是可以得得到 謝謝 謝謝 拜拜 謝謝 拜拜